今天是我环岛第23天 第一个景点来到了花莲侧站附近的木盒纸 因为缘分而认识了这家 这里不卖花莲名产马蜀 而是原住民的饼干 还有在地的茶叶等文创的伴手礼 还有其他原住民的文艺品 明信片 以及集结各艺术家制作的文创商品 在这里可以挖掘到很多小物哦 此外这里也有咖啡 点心 饮品等等的简餐 都是由两位姐姐分工包办的 我很喜欢他们家纯手工的绿茶鲜奶酪 口感非常的浓郁香醇 他们家的冰镇卤豆干也很好吃 是手工制作自己焖卤的 非常的入味 但又没有酱油的食鲜 反而带点甜甜的 好适合当零嘴 他们家卤豆干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 来到花莲旅行的里 推荐大家可以来这家木盒子 来感受这里的环境 在地手桌的文创品 还有美食 你会开始怀念这里的 因为这里充满满的人情味 先来到了七星潭 七星潭承载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祝用太平洋的无敌海景 还可以眺望到清水断崖 风景美不深收 是来花莲必去的景点 而且七星潭这里 周围比较少的光海 今年来这里成为了赏心的热点 来到花莲旅行的里 不妨可以来到七星潭看星星哦 哈喽 现在来到曼坡沙滩 那如果大家来到这里呢 如果想要租借沙滩车的话 这里也可以租借哦 这里也有业者就是会带你一起去 这里有个曼坡沙滩 然后往左边走 这里好临近 还很辽阔 稀少的人群比七星潭精密许多 偶尔会有沙滩车经过 带来小小的乐趣 凉凉的微风 一切刚好的舒服 好享受这临近的片刻 即使天气没有那么好 但能感觉到沉浸的美好 今天是我环岛最后一天 就来个文青之旅吧 现在来到了宜兰文创故事馆 户外空间绿意盎然 还有小桥流水的庭园景致 这里原本是宜兰县议会 现在整修成展览馆 以多元化方式经营 诉说着宜兰人的故事 里面有咖啡厅 宜兰班首领 集结各家工艺品的展售 不定期有画作展览等等创作小物 喜欢文创品的人一定不能错过哦 里面故事馆很有特色 从百宫记忆 与文化艺术品 见证了生活的温度 有种回到以前还没烦恼的宜兰 后来去了兰阳云创馆 也是在同个园区内 这里是宜兰的新景点 原本是宜兰县镇旧员工宿舍 经过老宅的翻新 导入原住民的文化元素 带来一些新的面貌 这里是宜兰首座 以原住民美学著为店家市集 有原住民创意美食 传统工艺 文创商品等活动 连接原乡部落的文化 让小小的广场 充满着文青的气息 大家可以来这里走走 感受一下老房子和原住民文化 结合的独特魅力 其中我还喜欢一间原创光朗 当时展览的活动主题是 女性团结 展示着各图腾的编织作品 影片里看着竹人织布的模样 尽心专注的样子 让人感受到创意无限的女性艺术家的魅力 先来到了三只附近的林山丙海边 这海边位在隐秘的小镜里 抵达时没有太多的游客 港口与大海相连 看着大海 脑海里涌现环岛的回忆 满满的撼动 这里好精密 好适合一个人独处 好适合说声再见了 小姐 但我會兒靠擠 你會不會坐 我突然間 哭 你 嗎 一會 晚上9點51分了 今天不是睡旅宿 不是睡背包客棧 不是睡飯店 是睡自己的家 是睡自己的床 我的環島旅程結束了 謝謝自己這麼勇敢 去完成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就是環島 我在我生日之前完成這個夢想了 那我現在準備上去了 然後吃媽媽煮的飯 因為 我今天只有吃一餐 然後現在已經晚上9點52分 我很想家 我很想我在家了 然後 想趕快回家吃 媽媽煮的飯 感謝自己那麼勇敢 完成這趟環島旅行 環島成功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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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謝謝 感谢观看